應該是在這一組第一名是沒有問題的 賽前他們是十勝兩敗三合的成績 在這個分組是排名第一 總積分則是33分 判了一個投手犯規 現在台電的教練上來關心一下究竟是什麼樣的情形 因為似乎是一壘省這邊抓了一個投手的犯規 所以原先在一壘上的跑者何祖維上到二壘 投手犯規判了就判了 沒有改判的空間 就像好球壞球一樣 不是阿比路的案子 不是你抗議的時候能夠改判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無法變更的 只要他一壘裁判認定你在固定射的時候肩膀有晃動 或是有動作不自然 都也可以用投手犯規來做一個處理 感覺上台電教練這邊跟裁判爭取說 他還沒有踏上那個投手板 裁判是不是很明確地就先抓了一個投手犯規 有啦應該有啦應該有在投手板 是是有真的有踩到投手板沒有錯 而且他有拉褲子 你看他有拉褲子我們看再拉一拉 這個中間他就再拉這個就不行 從這個慢動作來看的確是有踩到投手板